要去廣島了 廣島廣島廣島 大紅人班姐好累喔 好累喔 凌晨出發好哭 超級 去年12月我跟朋友去了日本 途中去了很多地方 像是貓島、兔島之類的 今天這集主要是我造訪被核彈攻擊的兩個都市 核彈 現在氣溫只有4度 接著轉達新幹線前往廣島 一直轉車 慢慢來耶 首先先去廣島的圓豹圓頂館 圓豹圓頂館 世界遺產 原本是好好的 照完就變這樣 有一隻貓 王島在1945年被核彈攻擊 炸毀了附近所有的建築物 只剩下這座圓頂建築物沒有被炸毀 保存至今 希望後世以此來謹記戰爭的可怕 裡面還保留了 剛初爆炸掉的殘骸 殘骸都還留著 原子彈真的很可怕 再去和平紀念館 我小朋友 年紀跟我一樣小的朋友 路過原爆之子紀念碑 是在紀念一個兩歲小孩在核爆中倖存 就在十年後因為核爆污染生病過世了 他的學校好友們號召全國捐款募資 在指令紀念碑 這邊是一個祈求和平的地方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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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階盒比較重 原子彈真的 可 怕 平和紀念公園剛好在施工 所以就去了附近的原爆資料館 因為不能拍攝所以沒有畫面 但是這裡面蠻值得一看的 有很多當時核爆的故事 接下來我來到核爆的另一個地點 長崎 其實當初轟炸日本的地點沒有長崎 是要炸小艙 只是因為當天小艙天氣不佳 所以改炸長崎 這是當時原子彈的實體大小 他的名字叫小胖子 應該沒有人會覺得這個名字可愛 因為小胖子至少造成8萬人的死亡 這個比我高一點點的小胖子 非常可怕 這是當時被燒焦的石頭 融解在一起的空瓶 被瞬間燒焦的米飯 扭曲變形的汽水瓶 這個資料館裡面有些東西是可以觸摸的 有些不行 而這是現今擁有核彈的國家 擁有最多的核彈是俄羅斯 再來就是美國 看我來這麼沉重的影片 我決定要去大吃特吃 門口是一間很不奇人的小店 偶然在長崎看到的餐廳叫 Olympic Cafe 這邊有120公分高的聖誕 你看就像裡面塞了一堆甜點 還有好幾公斤重的飯 我來到了土耳其大衛王餐廳 有100公分高的聖誕 吃完120會寫在他們的牆壁上 那叫什麼 完食紀錄表 這是食物大嗎 可憐 這隻食物大耶 還有40公分的 而且也不算貴 1000塊 然後這個是50 60 70 他根本就把它當那個鐵塔 100 你看100裡面的料 一百會要五千九耶 哇靠 點了好幾公斤重的飯 還有義大利麵 不同的義大利麵 牛肉 豬排 然後飯 土耳其飯 沙拉 三公斤 進來 我吃完了 吃完最後一口 吃完了 太簡單了 我花了快二十分鐘 現在點了一個三十多分鐘 保重解開一顆鈕扣 這個聖誕裡面就是塞了很多甜點 有水果又有冰淇淋 又有什麼有的沒有的蛋糕 真的很甜喔 很可怕 要死我了 我不行了 我忘了麵包 我可以拿法 不快 我不行了 好貼心